真的 我毕业 我做梦的时候还梦过他留校当老师 你看看 我还真是 还能梦见过你 你当时想留校吗 毕业的时候 我可想留校了 我爸不让 为什么 我非常想当太子老师 你如果留校能留吗 当时 那肯定 肯定应该能留 因为你当时成绩不错 是吧 对 然后我爸爸说 一个是上海那么远 要从内蒙古去趟上海 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麻烦 但是我记得你好像是毕业到了山西吧 没有 毕业就在北京嘛 到北京那边 他希望我回来 回到北京 一个是距离上没有那么远了 第二呢 他说你学了四年 你自己不出来试一试 光当老师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就是有一点遗憾吧 所以就演戏了 这是对的 爸爸这条道 他给你 你想你现在回去当老师 是什么感觉 但是如果你直接当老师的话 你后面的实践的数量 就决定了你 是会有很多遗憾的 没错 没错 你当老师不可能天天有机会演戏 那他现在就 就能很好 对啊 你想现在回去 你要给教学生 说句老实话 实现理论 那时候就连王芳这样的演员 你都能没准培养出来 谢谢萨尔娜老师 谢谢大家对萨尔娜老师 对谭阳老师的支持 接下来让我们何张颖 留下奶酪博士温暖时刻 这里是天津博士大型港互动谈话节目 奶酪博士你看谁来了的演播现场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演员谭阳 做客你看谁来了 欢迎亲爱的谭老师 你好 您好 接会有哪几位好友 为他惊喜助阵呢 整个对我们的一个拍摄过程当中 就像走进历史一样的那种 看我跳下去了吧 他都绕过弯了 他也跳下去了 我就得直接跳 他演戏 他是在心去演 而且用整个的身体 他不是说 我先设计好什么动作 他没有 你要坐下来 又笑坏了 他说一看这个姑娘太逗了 也不是先试试 一说开公屌 猛地开到底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下期 你看谁来了